大家好,欢迎来到听闻懒天下,今天和大家说说,今天杨幂的公司嘉行一口气推出三位新铅的女艺人,其中一位是95年的上戏笑花李婷婷,官方放出照片长这样,本人自己微博发的照片长这样,这颜值,感觉比嘉行旗下的其他艺人差点事儿啊。 同时宣布的还有另外两位,中戏15集的葛诗米,同样来自上戏的袁宇轩,大家觉得这批新人会火吗?小编已经开始脸盲了,好了,亲爱的读者,喜欢小编的舆论视频,可以点个赞哦。 在此小编祝愿大家在2017年里台元滚滚,心想事成,小妹在此谢过了。